有关这一支中美战略已经对话们不停有最新的画面传进来 今天上午9点是已经在北京开幕了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是亲自主席而且发表了讲话 他表示在金融危机之后中美的合作与协调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做出了贡献 他会指出中国将会继续以自主可控以及渐进的原则来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 我们看到的是最新的一个画面 胡锦涛又说中美两国国情不同双方需要关注对方的利益以及争取互信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稍早前的致辞中表示 中美通过对话可以缩小分歧来寻求共赢 而中美两国经济联系紧密是谁也离不开谁 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则是表示美国不是中国为对手而是活作伙伴 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则是呼吁中美要加强合作消除贸易壁垒 使全球经济发展更为平衡 此次对话有四大核心议题包括了促进强劲的经济复苏 更加持续平衡的经济成长来促进互利共赢的贸易和投资 促进金融市场稳定和改革以及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 中美经济电话十点半已经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 我们随时会有现场的最新画面 中美国财政部长